先用这个动画来表达一棵植物的生活史 现在我画出来的这棵植物 不是摆明就是根茎叶花果的中子 它就是包子体 不过你们看它是虚根系 又是平行脉 它应该是三的倍数的花瓣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 它的花瓣少一遍 随便把之前介绍单双植叶的介绍 内容也说明 它应该要六遍花瓣 它少了一半 应该掉了会不会被人捡走了 好 这是个单植物 好的 那这单植物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全都是二人的包子体 这边都是二人的包子体 好 那它的花当然是包子体 请特别注意 一棵植物是二人 它是包子体 它的根茎叶花果子种子都是二人 像这个花 雄蕊 瓷蕊 花瓣 鹅片 全是二人 所以它们都是包子体 那在花药当中 有一群细胞叫小包子母细胞 在瓷蕊的胚珠中 有一群细胞叫大包子母细胞 它们在瓷雄蕊当中 它们当然也属于包子体 所以它们也是二人的 各位你看我这边这个图 只要是二人的细胞 我都用红字表示 代表它们都是包子体 那你看它干嘛叫大小包子母细胞呢 在生物学的定义上 或名声的命名上 叫叉叉母细胞 代表你接下来就要形成叉叉 像金母细胞 就是要形成金子 软母细胞就是要产生软 纤维母细胞就是要产生纤维 那这个大包子母细胞 就是要产生大包子 小包子母细胞 就是要产生小包子 但目前为止它们是二N的包子体 那二N的包子体要形成包子 包子是一N哦 是不是要经过减速分裂 所以我让它们的染色底 开始从二N变一N 所以二N的大小包子母细胞 我把它写在上面 这都是二N 它们行减速分裂 是不是就形成一N的小包子 所以小包子大包子都是一N 包子本来就是一N的 好你看到没有 我特别把包子分为大跟小 其中小包子会在雄蕊那里 大包子会在雌蕊那里 我们用大小来代替雌雄 在包子这里 好那那个花药中的小包子母细胞 它属于雄蕊 它形减速分裂形成四个小包子 四个小包子细胞 那大包子母细胞呢 它形减速分裂 一样形成四个大包子 但是其中三个分解掉了 只留下一个 你不觉得这个形象跟人类很像吗 那个金母细胞 形减速分裂形成四个金子 都存活 但是软母细胞形减速分裂 形成四个细胞 只有一个是软细胞 活下来 另外三个就分解掉了 叫集体 所以女生一个月只有一个软 男生却有上一个金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细胞都活下来 女生只有一个软活下来 可是在植物来讲 这边的大小包子母细胞 形减速分裂 不是形成金子跟软 而是形成包子 这个细胞是植物独有的 我们动物没有 好 所以它的大包子母细胞 形减速分裂 最后形成一个大包子 那小包子母细胞呢 形减速分裂 形成四个小包子 好 这跟人类很像 好 那我们这个小包子 小包子接下来变什么 包子体形减速分裂 产生包子 包子要发育成配子体 对吧 好 那我们先看小包子吧 我们把比比换颜色 小包子呢 它只有一个细胞 小包子呢 形一次有失分裂 我乘一代表一次有失分裂 所以一个细胞 似乎变两个细胞 好 这边有两个细胞 这边有两个细胞 所以这边 每一个圆圈圈都有两个细胞 这个结构你们都听过 这一个圆圈圈就是一个花粉 而每个花粉里面有两个细胞 而两个细胞的二 是不是负数 是不是多的意思 它就是多细胞个体 把它这名字写下来 花 花粉 早点跟我讲吗 花粉就是还没有成熟 未成熟的熊配子体 听到这里吓一跳 它是一人的 一颗花粉就是一只植物个体 它的名字叫熊配子体 所以如果你吃过花粉 一瓢花粉丢到嘴巴 你同时吃掉了上百只植物的个体 一颗花粉就是一个熊配子体 一个个体 为什么叫它配子体 它是个体吗 对啊 多细胞啊 二就是多啊 好 这就是小包子行一次有失分裂 形成花粉 花粉就是熊配子体 那这个大包子呢 这个一个细胞的大包子 它行有失分裂三次乘三 好 三次细胞 你看 一个细胞分裂一次变两个 再分裂一次变四个 再分裂一次变八个 按道理来讲 它的结果应该会有八个细胞 but没有 它形成的是只有七个细胞 七个细胞中有八个细胞核 核对了 有八个核 但是中间这个细胞哦 只有细胞核分裂 细胞质没有分裂 它的名字叫中央细胞 所以它经过三次分裂 但有个细胞只有细胞核分裂了 细胞质没有分裂 好 这个构造有名字的 这整个哦 它放在这里 它的名字叫胚囊 这七个细胞八个核 叫做胚囊 胚囊就是磁配子体 它就是多细胞的个体 所以躲在胚核中的这个细胞 是这个构造叫胚囊 它就是一只磁配子体 每一颗花粉就是一个熊配子体 好 当我的花粉掉到了柱头上 它不是会长出花粉管吗 好 那一开始的花粉就有两个细胞 后来这两个细胞呢 就会分裂成三个细胞 你看这边有三个细胞 三个细胞 这时候花粉管 我们就叫它成熟的熊配子体 因为一开始的花粉只有两个细胞 现在有三个细胞了 是不是多一个 所以我就说你成熟了 比两个又多了一个 叫做成熟的熊配子体 好了 所以花粉或是花粉管 就是熊配子体 而胚株中的那个胚囊 就是磁配子体 我们把之前学到植物的生活时间 先浏览一遍 包子体 请减速分裂产生 包子 包子分裂发育成配子体 有啦 配子体看到了 雌熊配子体都有了 配子体负责形成配子 好啦 配子在哪里 配子在哪里 让我们找出来吧 这边有两个细胞 这两个细胞就叫做精细胞 我有两个精细胞 它就是熊配子 这对细胞就是卵 所以大家 配子已经产生了 接下来就是 这两个精细胞 跟那个卵结合 就是瘦晶 只是开花植物的瘦晶很特别 它的瘦晶叫做双重瘦晶 因为我有两个精细胞 第一个精细胞 跟卵结合 第二个精细胞 跟中央细胞结合 所以两个精细胞 都有功能 一个跟卵结合 形成盒子 另外那个精细胞 跟中央细胞结合 那等一下变什么 它会变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说 这个信用叫双重受精 一个花粉 产生两个精细胞 两个精细胞 各自跟不同的细胞受精 其中一个是卵 形成盒子 好 当我受精完之后呢 这个胚珠 就会发育成 种子 而种子 就会萌芽 长出 胚芽 胚瘦 胚根 变成整株 胞子体 我们就绕回来了 大家 这就是植物的生活史 由胞子体 形整个分裂 产生大小胞子 大小胞子 形有失分裂 一个分裂一次 一个分裂三次 产生花粉 是熊配子体 跟胚囊 是磁配子体 磁熊配子体中 都有磁熊配子的 磁熊配子 受精 变成种子 就是胞子体 胞子体继续发育成 新的花 又重启了 下一个世代 现在呢 我把这个图 上面的字 先暂时消失一下下 我让它的套数 做一下 颜色上的区分 底色为桃红色的 代表你是 双背体世代 也就是2N 你看这边是胞子体 它都是2N 那蓝色底部的 都是单背体 1N的细胞 或是个体 胞子 配子体 跟那个 刀子 配子体 跟配子 都是1N的 好啦 所以在 两个颜色交接之处 2N 转变成1N 就是减速分裂 这边是1N 受精回2N 就是受精 所以那个跳动的字 代表 套数发生变化的 时间点 而那个跳动的地方 套数发生变化 就是区隔出 你是二贝里世代 还是单贝里世代的界限 所以那个红跟蓝 蓝跟红交界处 分别是减速分裂 2N变1N 还有受精 1N 恢复成2N 的阶段 好 以上这个图 我们就把植物的生活史 就用这个动画图浏览了一遍 好 这个图讲完了 但是有个地方 没有讲仔细 到底花本的那两个青细胞 如何跟胚囊进行双重受精 双重受精 结束之后 又如何形成种子呢 这个框框 我们没有讲清楚 打个问号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 双重受精 怎么发生 如何受精后 产生种子 那就是下一段 要讲的内容了 进行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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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